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肠和切火腿一样 特别考验切片师傅的水平 厉害的大师傅切下来的香肠薄得像纸 一般这样的切片香肠都会加在汉堡里吃 或者是做成类似鸡肉卷一样的食物 配上蔬菜 鸡蛋 沙拉酱做成的特别好吃 或者可以切成块 这样还能当成牛排煎着吃 如果是开一家汉堡店的话 买这样的香肠倒是很省事了 在价格上也会优惠很多 一根香肠可以用很久 国内很多火腿肠 香肠之类的 都会添加很多淀粉和一些添加剂 也出过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 而国外的香肠可以说很良心了 满满的都是肉 爱吃烤肠的小伙伴们可有口福了 包着这么大一根香肠 睡觉都会很幸福吧 对于这样的香肠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和小编一起讨论哦 别忘了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